狮子座 积极阳光 刚接触狮子座呢 你就会发现它们会很主动的和你互动 像太阳一样热情的狮子 在你圈子中很会调及气氛 尽量不会让气氛尴尬 它们比较容易自拍手 而且它们很多时候呢 会非常的想一起 当朋友友谈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 找大狮子就没错 如果说你跟狮子的关系很好 或者平时交往密切 那么它们更加会热心上的帮助你 对朋友呢也是非常慷慨大方的 狮子呢它们喜欢活在掌声当中 仔细观察它们就会发现 狮子其实很会把自己生活 变成戏剧一样的存在 它们喜欢表现自己 喜欢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 然后获得众人的掌声和肯定 这是它们自我材质感的 自我存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它们喜欢受到众人的主动 而且呢它们是非常非常好面子的一部 狮子座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外交官 它们很多时候呢 会交各种各类型的朋友 而且很重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 一个自我的形象 而且它们普遍都是自尊性非常高的 狮子座中医的类型 它们喜欢内心呢 首先狮子座是由太阳所守护的 它们天生内心就像太阳一样温暖 外表看起来也像太阳一样 有心肠 它们喜欢热闹和聚会 同时也喜欢能和它们玩在一起 能够和它们轻松互动的人 它们其实不大喜欢平平无奇 或者做事情闷闷的这一类 要想活着它们好感 你至少要有一个点足够优秀 要么你的颜值亮丽 要么你的身材不错 或者有某项众人追捧的财业 会优势能带得出其余 并且被他的朋友 或者他身边人夸赞 那么他们就会感觉到 特别特别有面子 这样他们会更反备你哦 然后列举以下有几种内心 是狮子座特别容易关注 也特别容易产生好感的内心 第一种内心是 能够倾起狮子的能够保护欲的人 第二种内心就是 能够倾起它们的挑战欲的人 好的先说一下 能够倾起它们保护欲的人 往往就是那种特别的小可爱 特别娇俏的那种 然后呢 狮子座就会比较喜欢去帮助这种 好像比较弱小 比较可爱的这一群人 如果说你想活得狮子座的好感的话 那么可以经常去请教它一些小问题 或者拜托它去帮一些小忙之类的 重点话重点是 在它们帮助你之后呢 一定一定要记得多去赞美它们 各种彩虹皮把它们吹到飘飘然 也就是帮完它之后 一定要给予掌声和肯定 特别是如果在人多的时候肯定它 向众人面前去夸奖它的时候 它会更加的开心 更加的满足 下次如果你再有什么小问题找它的话 它一定会有如此帮助你 千万千万忌妒 记住狮子的一区在于 它最讨厌别人在众人面前贬低它 让它感到丢脸 或者让它感到人群当中难堪的一些人 所以呢 狮子是丢什么都不能丢面子 这是它们的红线 也是它们的雷区 这样子狮子有时候可能会暗暗不爽记很久哦 还有我刚说的第二种类型 我先来介绍一下能够记起它们挑战欲的人 往往呢 这种人可能会有某方面的独特魅力或优势 在某个场合 华丽登场 让它们印象深刻 或者在它面前表现的若即若离 能够勾起它们想进一步了解的这种欲望 在接触过程当中呢 也要像百宝箱一样 让它们不停的解锁 不停的探寻 发现哇 你有好多的优势 好多独特点 好多的优点 好多的魅力 层出不穷 让它们更加想要一谈求 就像遇见你就好像见到了宝 所以呢 狮子一般来讲 这两个类型是比较容易吸引它们 然后刚开始和狮子相处呢 要注意 有巨大决定权的事情 要么全程由狮子去掌控 做主导 要么两个人互相尊重商量的决定 千万千万不要去主动给狮子去做决定 或者把自己强势的意志 强势的姿态 淫加在狮子座之上 如果你一味的和它姿态上比高小 你转 它们很有可能会立马变得比你更转 狮子呢 一般是非常慷慨大方的 对自己认识的熟人 或者在乎的人都是非常大方的 如果说它对你好感或者是说喜欢你 那么它会表现的特别明显 它会对你大方 而且会宠你 就好像突然被它们拉进了电视剧里一般 它们爱你呢 就会想要把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好东西全都堆到你的面前来 所以呢 狮子座的爱就是充满戏剧性的 非常的华丽的 它们喜欢和念人上演各种类似的 drama的情节 狮子呢 属于火象星座里面的固定星座 是火象星座里面比较适合结婚的星座 很多狮子座呢 在结婚后都会相对的稳定和成熟一些 和它们长期相处一定要懂得 在外面一定要给狮子座面子 在公开场合呢 或者在它的一些重要的朋友面前 一定一定不要总是抱怨和贬低它的形象 在外面给足狮子座的尊重或夸奖 给足它面子 那么有什么问题 你们关起门来 私下解决都OK 私下很多狮子座 其实并不会大男子主义或者大女子主义 相反 你们在外给足狮子座面子的话 在家它们会更愿意给你女子 也就是狮子座常常在外面是大狮子的形象 但是回到家 它们很有可能会给你无限的包容和退让 就像大猫咪一样 它们是非常可爱 非常值得爱的星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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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ga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